眼前这位是我见过对自己下手最狠的男人 他用铁链拴住自己的脖子 然后挂在车底 随着车子的开动 活活磨死了自己 过车走过的每一段路 都留下他充满罪恶的血迹 到底是因为什么 能让这个男人选择如此惨烈的死法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 韩国高分人性大片 圣伤 影片开始 一个满脸绝望的男子 坐在轮椅上 用铁链拴住自己的脖子 启动开关 静静的将自己吊死在房梁上 画面一转 我们的男主 阿四早上起来 洗漱完以后 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 与往常一样 他的工作就是催收高利贷 一间杂乱的房间里 欠款夫妇因为债务到期的问题而争吵的 男主阿四的到来 把他们吓得不知所措 因为如果今天还还不上钱 阿四就要废掉男人的一条腿 然后用保险公司赔偿给他们的钱 来偿还债务 妻子为了保护丈夫 赶忙将丈夫推出门外 接着关上卷帘门 对阿四哀求 表示自己可以牺牲身体 希望阿四再宽限几天 可阿四根本不为所动 看也不看直接将女人推倒在地 并狠狠地操打羞辱了他 随后将女人赶出房间 一把将男人拖了进去 用毛巾堵住了男人的嘴 生生搅断了他的一条腿 就这么残忍 完成任务的阿四就这么走了 任凭女人在背后咒骂 他也不理会 阿四办完事儿买了只鸡回家做饭 如鱼途中路滑摔倒 鸡也跑了 这个时候 一个中年女人帮他抓住了鸡 面无表情地递给了他 阿四一句话也没有说 接过鸡 转身就走了 到了晚上 正在吃饭的阿四听到有人敲门 打开门后 原来是白天遇到的女人又来了 看到是他 二话没说就要关门 可女人将手放在门框上 阿四不停地关门 可女人还是忍痛不放手 还静止走进了屋内 帮阿四收拾房间 做起了家务 一头雾水的阿四问他是谁 女人还是一言不发 顿时 恼羞成怒的阿四把女人抢腿了出去 紧紧关上大门 夜晚 阿四透过玻璃发现 白天那个女人还站在楼下 依旧不肯离开 但阿四还是没尿他 第二天 阿四照常出门追赞 没想到刚走到楼下 女人还堵在楼道中 阿四冷冷瞟了他一眼便走了 女人便一直跟着他 他自称是阿四的亲生母亲 年轻时抛弃了他 现在想要尽可能地补偿阿四 接着瞎跪忍错 阿四感觉这个女人在细刷自己 于是给了女人几个耳光后 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这次阿四要收的债主是一个开杂货铺的 此时和母亲聊天的男人看到阿四 赶紧把事先准备好的钱给了他 阿四发现钱不够 二话没说 直接当着欠债人缠进母亲的面 一巴掌接一巴掌地打在他脸上 最后阿四把欠债人带到一处烂尾楼 女人也尾随了过去 阿四逼着欠债人在楼上跳下去 此时这个无助的男人 卑微地恳求着阿四 想要从更高的楼层跳下去 一辞了之 因为他不想连累到母亲 但冷血的阿四却不同意 因为如果他死了 阿四就拿不到保险公司的赔偿金了 说完便一巴将欠债人推了下去 阿四跟下楼 看到欠债人只是骨折 并没有残疾 便拿起砖头垫在他的腿上 用力一脚将他的腿彻底踩断 欠债人疼得枝牙咧嘴 躺在地上诅咒着阿四 因为这几句咒骂 他又被女人狠狠地踢了几脚 并告诉他 谁也不能侮辱自己的孩子 女人继续跟着 之后又买了条鱼送到阿四的家里 但这次女人没有纠缠他 而是直接扔下鱼 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便潇洒地转身离去 很长一段时间 女人再也没有来过 阿四却感觉自己心里空落落的 他一反常态 将鱼放在家里养了起来 也许这个时候 他内心善良的一面 被慢慢激发了出来 可他永远想不到的是 这才是他噩梦的开始 第二天阿四又接到了一个追债的任务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欠款人还没等到阿四来 就已经服药自杀了 但阿四却对着尸体 侮辱了一番 甩了两巴掌后 直接找到死者的母亲 没想到这位母亲也是家徒私逼 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只兔子 可阿四连兔子也没有放过 这天 他喝得鸣鼎大醉 看着女人的联系方式 在酒精的作用下 他把电话打了过去 此时的阿四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彻底沦陷 从这个女人出现之后 那颗渴望母爱的心就被唤醒了 电话里 女人含着泪 轻声唱起了摇篮曲 那一瞬间 仿佛女人二十年来 一直在一个看不见的角落 挨着自己 顺着声音阿四推开门 才发现女人一直在楼道里 从未离开 第二天 阿四一觉醒来 发现女人已经做好了早饭 这时的阿四 已经处于内心崩溃的边缘 内心二十多年的防线 即将被这个女人突破 而最后的突破 则是来自于一位新的欠款人 他的孩子刚刚出生 急需一大笔钱 今天他已经做好了 用手偿还债务的准备 甚至主动问阿四 残疾后能拿到多少赔偿金 他要求阿四弄断自己的两只手 一直用来抵债 一直换成钱留给自己的孩子 阿四问他是否值得 为了孩子以后的生活 父亲总该做点什么 而两只手又算得了什么 阿四被彻底的击溃了 这次他没有伤害任何人 将欠条留下后就离开了 现在的他像个乖巧的孩子一样 吃饭要用女人喂 光机还要挽着女人的手 不以为阿四会一直幸福下去 没想到以前被他弄馋的欠债人找上门来 还挟持了女人 逼着阿四用汽油自焚 体会到爱的阿四更害怕失去 女人抓住机会 狠咬了他一口 阿四扔出飞刀正中他的胸膛 男人报仇失败 反挨了一刀 仓皇逃走 跟女人相处越久 阿四对他越是充满了依赖 他曾经孤身一人 无所畏惧 但他现在多了一个母亲 不久女人告诉阿四 他的生日到了 从不知道自己出生日期的阿四毫无怀疑 他看到女人一直在知道毛衣 问是不是自己的生日礼物 却不料被女人一把夺了回去 生日那天 阿四却发现女人不见了 打电话也没人接 他的第一反应是找老板求情 以为是自己最近办事不力受到的惩罚 他跪在地上 受到老板一次次的三耳光 与此同时 女人拿着那件毛衣 悄悄的来到一个偏僻的屋子 对着一台冰箱放声痛哭 回到家的阿四没有发现女人的声音 这让他开始恐慌 但许久之后 女人回来了 一个拥抱 化解了阿四的所有不安和担心 两人一起点蜡烛 唱生日歌 还去野外种下了一棵松树 这时女人说道 如果他死了 就把他埋在这儿 一天 在女人的嘱咐下 阿四去给松树浇水 却突然接到了女人的求助电话 女人假装着有人寻仇 拼命的砸门 疯狂制造出摔东西的声音 最后惨叫嘶吼着刮断了电话 阿四心急如焚的赶回家 看到狼藉一片后 赶紧翻出了自己要账用的 欠账人名单 他以为母亲是被欠账者挟持 报复他 可当他挨个早去之后 也没有发现母亲的下落 当初绑架阿四母亲的男子 早因失血过多而去世了 还有那个被阿四废掉一条腿的男子 他的妻子现在不仅需要每天送货来养家 还要照顾残废的老公 这些人 无一不对阿四恨之入骨 而此时 女人跑去了放高利贷的老板家 他故意激怒放贷的老板 设计被挨打的画面 用手机拨给阿四看 一系列的操作 就是为了让阿四以为 是被他自己的老板绑架了 随后阿四收到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地方是一栋烂尾楼 可能伤害一个人最好的办法 大概就是让他得到再失去 等阿四赶到后 女人便在楼上伪装身后有人逼他的样子 于是阿四跪在地上 拼命的求饶 思吼着恳求那个不存在的仇人放过他的母亲 而女人站在高台的边缘 女父被逼的模样 儿子胸口中刀而亡的老母亲 悄悄走到女人的身后 但还没等他出手 女人自己就跳了下去 摔死在阿四的面前 按照生前的约定 阿四把女人埋在了那棵树树下 剥开尘土时 发现了一具尸体 而尸体身上穿着的 正是母亲亲手织的毛衣 原来毛衣是女人给自己亲生儿子的 女人根本不是阿四的母亲 女人的亲生儿子是电影最初 那个用铁链吊死自己的残疾男人 他也是被阿四害死的 女人之所以接近阿四 就是为了报仇 这时的阿四才意识到 这是女人自导自演的一场大戏 就是让阿四感受到和他一样的痛苦 这才叫杀人租心 可阿四牛院自欺欺人 愣是把毛衣从尸体上脱了下来 穿在自己身上 最后一次感受母亲的温暖 回归孤身一人的阿四 已然成了行尸走肉 他将女人安葬后 便去找被自己废掉一条腿的男子 只见阿四走进了货车底 然后把自己拴在车下 就这样被拖着 清晨女子开车去送货 随着车子的开动 阿四直接被勒死 身体也在路上摩擦 每一段走过的路上 都是他留下的斑斑血迹 这或许就是救赎吧 影片也到此结束 这是一部残忍又充满悲悯之心的电影 电影把一位母亲的复仇和救赎之旅 刻画得极其奇美感人 结局在昏暗的公路上 一条血迹一路延伸 极其震撼 阿四虽然选择了赴死 但他的人生和感知觉醒了 他最终也得到了救赎